出现入市信号 应该买哪只优质股 富昌证券 升级股评仁 日日醒你选股帖市 还会教你食尽大浪 做你自取美股 立刻下载富昌股康通手机 开户立本 华金二 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恒生指数今天做得不错 大市在升217点 29288点 虽然是没有北水 成交又小 是否期杰夹高 今天成交的确是小一点 1081亿 但是这个指数的确是突破了29100 就是之前整个四月的滑行区间 的确是强的 看看会不会自己有哪些心水 是觉得可以想加仓 现在成交榜上就是做得比较好一点 有中国财险升7% 另外也是保险的 有帮都升4% 跌的都看过了 比亚迪电子发了首季的业绩 即后就大跌 现在跌幅已经缩窄了 跌11% 另外比亚迪也是跌3% 两个比亚迪也是 都是今天出完首季业绩 我们中午和之后都说过了 业绩 出完首季业绩之后 两个都是大跌的 现在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担心 经常出的业绩都很恐怖了 但是呢 现在就有只有邦 现在升4% 今天准备出业绩的业绩 市场就先炒定业绩 今天都是资金流入 憧憬他会公布首季的业绩是理想的 有邦 其实如果你说 就略嫌就是已经六年升了 升了六日 今天还要重拾雄帝 因为今天其实正式突破 你看他最近的一个阻力的话 应该是看一百个半 今天一开其实已经跳空高开了 在某程度上他都跟恒指差不多 应该说他有份贡献恒指很大程度 因为他又是一即刻跳空高开了 在一个一个的 一个区间顶 一开已经破位 然后他还要在开市之后 就不断买上 最高见过104元 现在都是很逼近全日最高位 市场有预计业绩好 大行都说 预计首季的业绩 新业务案例增长15% 中国业务会跑赢同业 这个亦都是我们最近有说的 如果保险股当然有邦 有邦一来有这个通关的概念 而其实最重要就是 他在中国业务的增长 是见到很多大的举动 包括之前去年已经是 画角了找了屏保高层过来坐镇 前屏保高层过来坐镇 很明显就是要 大力拓展内地的市场 而他亦都开始在 继四川建了一个据点 之后应该隆隆续续会在 很多不同的地方会出总部 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的保险 保险业很多时候都是做内地的生意 都会续续内地有据点 当然香港这边的业务 都还有它的吸引性 因为保险其实是 保险和堕业都是 为什么保险和堕业 在香港澳门这么发展 蓬勃 其实一部分都是因为 很多的内地资金 如果他们要走出国内 其实就会在这边买一些金融的产品 然后转转下的钱 就很难再trace到 究竟从哪里来的 这些是 其中一个吸引到很多内地客的诱因 这里就 现在市场看了它的业绩 如果有兴趣可以部署 而且今天始终都是破位的 如果说担心 我觉得可以出手 有机会会回一回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买 就算有机会会回一回 其实站稳100元 都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真的害怕 因为大家近期应该有些业绩恐惧症 如果真的担心出来 见光死 因为业绩就没有好不好 只有性预期和信预期 如果那份业绩出到来 大家已经预计要这么好 出到来可能差一点都会不收货 都不定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回吐 其实站稳100元都是收货 都可以继续看好 只要现在一个最短的好淡分界 就是100元 其实100.5元 齐头大约都是100元左右 已经去到 现在103.9元 下个位就看105.5元 2月的高位 再慢慢看上去 其实很快可以看到破顶了 就是有帮 就准备出业绩 都有些金融股份 就是之前出了业绩 5号仔 其实5号仔 汇控的业绩都不差 之前其实都说 很破例地推荐买汇控 不过他真的动得不太快 如果是短炒的应该就已经走了 因为都没什么耐性 好心人说 上不上到 50元 47.5元 入 他这一轮 甚至短炒都开始有些动力 因为48.9元 前顶 开始上上去 现在48.2毫半 上不上到 50元 差不多 先看48.9元 48.9站得稳 比较更加大的 上网空间 应该是看之前 一个重要支持 在他很久远古时代 就不是很远古 在56元 在他的股灾前 已经出了业绩 当时出业绩 就穿了这个56个底 因为 他其实在股灾前 或者宣布不派息前 已经是 业绩就倒退 因为倒退得太厉害了 变了基数就低 出到来 这次就开始 大家说业绩有些 好的增长 就变了 因为之前 过了一个很差的时候 你说信不信 50元 我会建议 可以望 继续持住他 先看48.9 接着又看56 另外 今天也有消息的就是 腾讯 股价就没什么事 Bill还说 算不算你突破 是否可以进入 腾讯现在升0.9% 到634 现在内地对电子平台加强监管 继亚里9988之后 有数据额罚款 有调查美团 现在媒体说 腾讯就会面临过百亿的罚款 又开始担心 会不会是大罚 甚至 现在预计 金额最少100亿 甚至市场开始担心 会不会又被人拆骨 那份药又没有包腾讯音乐 会不会被迫拆出去的危机 但是其实美团也是 因为大家看到亚里排队 看到亚里被人被打压的时候 其实腾讯、京东、美团 其实那天说 亚里被罚 巨额罚款 但是跌的不是亚里 跌的是其他 因为其他已经知道自己要罚了 反而亚里一早跌了 因为它在 蚂蚁上市捉招之后 已经遇到有个要被罚的危机 反而亚里就没什么事 当时这几只的科技巨头 已经跌了 已经预期了 有机会一个巨额罚款 而罚款 基本上罚款已经不是一个严重的事项 只要他们继续可以 生存、继续做到现在的业务 或者继续这个现在的垄断地位 最怕就是被人拆骨 暂时如果没有一些拆骨的消息 出到来 都还顶得住下 其实几只股价 都已经在横行 在做底 至于你说算不算突破 又不算超级突破 小小突破 起码都叫做632 可不可以入 你如果预计 放600元做指示位 都可以入 但你说其实如果真的突破 我会看654 654 其找了才叫做真是突破 几只都是 虽然我就说 美团在这一班里面算好些 首先它被罚了 被罚完都股价没事 而配股又没事 因为它配股 是不涉及了大股东减持 还涉及了原有的大股东 即是腾讯 的一个真词 反而是美团的配股就是一个你好 配股完之后 亦都是不跌反升 但美团还未能突破 美团 其实都继续困住在一个环境区间 美团要335元才算是突破 但相信上它的区间较阔 如果要部署上真的要选择一只科网巨头 我也会选择美团 如果是现况来说 700 其实你如果很喜欢的 你可以的 你又不怕 又不介意 万一破不了上去 又下回来 或者继续横行 你不介意等待 其实是OK的 都是不介意等待的 是可以买 可以持有 甚至可以买 如果你预计了慢慢坐下的话 现在就竞价时段 恒生指数报29,306 升234 成交1,124亿 如无意外 都正式收到突破 29,100 我觉得会有个转机在 今天本身都想 在一个group里加货 但是 加不接着 明天可以再加 大家可以继续留言问问题 我们先去广告 回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看到有几个观众 都买了一只27银鱼 Rainman说 2737银鱼 还能保持有 3.00公里 也会快回到街乡 可不可以吃 105 4.00公里 5.2 一定要逃 这两类也是 其他发生在复苏概念股 之前也受押 其实这类鱼 去年整股了3个月才爆上 现在有耐现 就等待 Fox 66.8以上 让它做分水 66.8以上就继续搜 現在開始上一些,去到70.9毫半 現在可以先上網,先看72.6毫半 有貨繼續持有,就回家鄉 回家鄉也是這樣,都是繼續持有 因為它現在正在上升 至於另一隻,1055,差點 多少是否一定要走? 5.2是否一定要走? 現在5.3毫半,沒有穿 其實我會看5.3毫九 在3月25日開始位,現在5.3毫六 其實差幾格,今天低位也有少少承折 如果你會放位置,就看5.3毫九 明天上不回就走了 我覺得有機會上得回,因為真的差幾格 如果你覺得不想的,就等通關 我覺得你可以等 因為現在都尚算不是高位 其實它17年高位去到10元以上 但你這樣就 預料要慢慢繼續等下 因為如果走勢,就開始轉弱得很明顯 如果明天,再不懂得咬上去 那就很危險 所以就要捱一下 接著就是 6820 其實近期 手遊股,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 資金會炒起來就會升 一估起來,其實都跌得很嚴重的一個板塊 大家如果買這個板塊 就可以真的看著走勢 看著資金流向 這樣做個短線的操作 Vetamil就說 追入了,上網有多少呢? 追入都對 大家如果有興趣都可以進去 兩個九毫六是破頂 今天正式破了近期的頂 指示位就遠一點 不過可以放兩個五毫三 上網看月線圖 看上去 其實可以看到四字 看四個零八 它是有機會波動大一點 所以指示位其實會遠一點 上網空間也可以大一點 因為之前都由高位滾下來 接著是3908 3908中金 阿森就說 今天業績上過20元 未知收不收到 23.3有貨 可否加貨呢? 上網了多少? 加貨? 你不如等它站著19.8毫八才加貨 19.8毫八是這裏的阻力 就是上過20元站不到 你等它站著19.8毫八才加 接著1919 Kolly說1919有貨 怎麼看呢? 13.8毫八有貨 這個也是其中一隻 應該說其中一隻 在我群組入的股份 近期應該是表現最好的那隻 這隻也加過倉 未必會再加 但是可以拿著 Kolly說13.8毫八有貨 怎麼看呢? 當然好 之前出了一個很好的營起 營起 當日升得太爆棚 引來獲利沽壓比較大 調整完又再上一個 已經是一個明顯的上升軌 只不過前排飄得太高 所以下回上升軌 如果13.8毫八有貨 如果比較短線來說 你用13.8毫八有貨 變成我想放13.9毫四 做指責位 但好像沒什麼錢賺 但看位就是這樣看 因為如果這裏再下降 你就有機會試回十天線 但你不放指責位 你拿著 其實它就算回到十天線 再上升軌 都是很OK的 總之現在就拿著它 至少它都沒有什麼明顯回套 暫時中 昨天是輕小回 今天都在上升軌 買貨 資金買貨意欲都挺強的 整個航運板塊都是 之前有提過幾隻 13.8都是 海豐 598 中國外運都是 整體都是做好 接著Fionn 這兩隻都是近期很多人關注的 非常多fans的188 見韜之層板 Fionn說 會上什麼位 現在就看 其實昨天的開市位 是第一個位 19.6 接著就看了齊頭關20 其實20企穩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去 可以看到去22.5 其實它是一隻一路一路慢慢上的股份 你用17.52做指責位 一路不穿 你就拿著它 它有機會在上面飄一下 未必一直升 可能會回到少少都不頂 3.23 3.23 這幾隻股份 其實幾隻走勢都很相似 尤其是 比較內地大的兩隻 就是安鋼和馬鋼 馬鋼的話 你可以用3.51做指洩指責位 如果今天買的話 其實是比較有高追風險 但是因為比較超賣 RSI都去到43 但是如果真的要買 都是放回這個指洩 上網 因為它們全部都在做大元底 大元底的建底款 但是這個月衝得比較急 應該有機會 就要小心它會回 但是現在上網可以看著4.24 下一個目標 都很近 一兩成 很快就會到 接著 白狼有幾隻深水 1.19和5.98 哪隻好些 1是長和 19是太古A 5.98是中國外運 其實幾隻都可以 幾隻完全不同 你如果是長和和太古A 那很可能就是一些 打算是修飾的類型 長線修飾的類型 雖然是中國外運 你也可以長線 如果中國外運 這期比較 這隻都是之前 其實都有提過 如果你說現在未入 那不妨可以等下 會不會有機會回少少 19和1 兩隻都可以的 其實它們兩隻都在高位上 做一些平台底 之後就起動 都是收租類型 就是太古A 主要是收租類型 在這邊都有 雖然它的業務 都很廣泛 其實兩隻都是比較 公共的類型 但是太古 可能是看著 它來著香港 這邊的物業 商場 商下那邊 是不是租金會 一個復甦 長和 也是一個修飾類型 其實兩隻都可以入 長和 包括一些公用的類型 公用股類型都涉及了 很多比較穩健的業務 通訊也有份 一些資源類型也有份 如果真的要選擇 我其實就覺得兩隻都可以的 但是偏好長和 短炒或者長 長渣這個就不是一個很低的位 你可能是短炒 我就假設你是 短炒的話 60.3毫半 60.3做指示位 先看了65 接著就看76 它這個見底的狀態很明顯 其實過往也有說過 50元都有寫過文章 50元也是一個值級的水平 當然這個是長線和有耐性 很多錢未必想去長渣 其實也未必會慢慢坐 也未必會入場和 如果你說要有短線動力 現在其實是有的 Joy說 285 慘 285 對 今天已經出了季跡之後 就很慘大跌 Joy說 47.6有貨的 現在42.7毫半 即是虧了十幾% 我就覺得 你也是拿著它算了 最近四月底 43.4就穿了 都穿了少少幾毫子 你看明天有沒有機會 你去個圓 明天上回43.4 那就很安樂了 如果不是 其實照看40元這個大位 這裡 做指示位 現在跌了這麼多 就拿著它先 然後 9909 Michael說 9909 27元有貨 還可不可以上網 這隻 其實就真的不錯 這期都少看它 但是 物館裡面 它又 比較和其他有個 另類的元素 就是做商業地產為主 上市初期 就是炒得很誇張 升到不停 如果你說今天 一隻 物館股來說 這隻都是其中一隻可取的一隻 可以是 它27元有貨 現在30.5元 你賺一成左右 可以上網的 其實已經 上方是沒有頂 歷史高位 31.6毫半 就是今天創了 今天創了歷史新高 其實很大機會之後 都會後市繼續上 不過你就先看31.6毫半 如果31.6毫半 站得穩 即是衝得破 那就看33 即是一成左右 放回指贈位 指贈位 就放在30元 因為這幾天 開始在高位置做平台 30元是有個 短線的小支持位 用這個位置做指示位 然後就差不多時間了 最後就看3988 Joy 銀行股都很強 Joy說剛剛入了可以上網 可以 中銀 其實也是 近期很多收息類型的股份 都起動得很厲害 開始 應該年初已經是 資金會去追碰一些 所謂的價值型的股份 中銀 如果你是短線 你看位 可以放在307做指示 或者指賺的位置 上網 要看遠一點 因為它都是一隻 谷底見底的股份 上網 還要看著7月 去年7月的高位 就是3.19元 先看這裡 然後就看3.39元 就是 短炒長生 都適合 這隻 現在完成了勁價時段 恆生指數收報 29,303點 升231點 成交額1,197億 雖然成交較小 始終開始突破了29,001個 橫行區間 加上看到 外圍 今天台股又破頂 美股期貨 其實在亞洲加易時段 都靠穩回升 看看今晚美股是否又可以繼續做好 我相信 如果之前港股時 跟電不跟升 如果現在開始衝破阻力 而美股今晚繼續做好 我想港股明天 都會有不錯的表現 我們的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明早9點15分 再和大家看事 拜拜